Tatico 牛彎戰術小隊 Hello Everyone This is Cal Bay Tatico 牛彎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今天我們要來練習行進間射擊 OK 講到行進間射擊呢 其實在很多的場景 很多的射擊程序都會運用到 顧名思義就是你要不停的移動 邊移動邊射擊邊開槍 那通常新手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當我走動的時候我就打不準 當我要瞄準射擊的時候 我下半身就不會動 通常我們的隊員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動起來就打不到 要打到腳又不會動 那我們要怎麼來訓練自己拆開呢 OK 這邊我們稍微設置一下場地 這邊都會有腳追的路線 然後把上面都有標數字 數字就是我們要幾把的順序 1234567890到最後1415 對 那我們會拆開 分別用長槍跟手槍分別去訓練 那這個程序呢就是 永遠是移動中沒有停住點 沒有要停下來的 計時器一開始就是一直移動一直移動 然後按照順序去攻擊攻擊攻擊 每一個把四槍 然後去練習我們在行進間 然後射擊變換我們的這個位置 然後怎麼移動去訓練我們射手 在移動中變換準心 變換瞄準位置左右邊 去訓練自己可以更順暢的去射擊 去移動 OK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程序吧 Let's go Shooters ready? Ready Send by I feel your comfort arf сек - 後面- 後面- - 後面- 我回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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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in two 三瓶 那我回到你了 他有心 多呀 我們給我好 冰詞 compt她 嗯 a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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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大腦沒辦法控制那麼多的訊息 所以就會發現我們的上下半身 有時候會卡卡的無法連貫 甚至有時候會停下來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要去加強去訓練的地方 那通常都講說上下半身分開訓練 講得很籠統 究竟要怎麼練習 有什麼實質的方式可以幫助呢 我們自己有找到一個不錯的訓練方法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但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大家評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再決定要不要做這個練習 好那我們這邊準備的就是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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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